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當時我自己有在做 主頭的字幕志愿者 你現在做一個什麼 真的假的 你什麼錢都會這樣 為什麼我會做這個主頭 我爸爸太愛錢了 我怕我老爸穿得到 最初沒有我補一些 來穿得到也沒關係 真的 所以以前簽到什麼程度呢 簽到說我媽媽每次接電話 每天睡覺日式夜夢 都是在夢名牌 我媽媽有一次人家打電話來說 喂 楊太太在不在 我說你哪一位 他說我要收你流禮台 我說好 你稍等 我媽媽你的電話 我媽媽接過電話說 喂 什麼 我心裡剛剛想說 他明明要收你流禮台 應該聽說 你要替我補禮台 那日後就好了 我說我媽媽 你怎麼這麼快 我媽媽就是這樣 已經瘋狂到這種程度 只要什麼有關數字的 他都會覺得說這個是 就天機要報名牌 對 以前已經瘋到沒辦法 以前是門神 門本 什麼都來 好 門家以前都去聊天堂 看沙盤 後來是沒效了 你後來就去找夢阿寶 那你去找夢阿寶 不能找那個人 有那個姓氏的 有什麼祖先的 有什麼子孫的 要無名的 要無名的 你看那個墓碑 就在地上 就一點小小的 而且那個墓碑已經都損壞了 很久沒人戴的那一種 或者是無名式的 或者是沒有名的 你就把墓碑 墓碑說 你有墊的嗎 他把你印墊就標示有墊 你肚子會餓嗎 我把你帶東西來 但是我有條件 你就花一個牌給我 你如果有條件 我你說 我金座的銀座 看你會在地上 他有瘋不營 五步 金座 我照顧你都沒關係 但是我你說 你把我出門牌 明牌有兩種方式 我有自己帶沙盤 你給我扶你 如果沒有就是香 那個香菸有沒有 是 那個香灰掉下去 香菸的 它的圖案 紅蝦白 那個香菸沒有掉下來 就有三 有二 對 對 那你自己個人的福氣 你就去那邊扶 我們要戴手電筒 因為晚上那山上是暗的 這要晚上去 對 一定要晚上 你是在睡 他在睡 不要擦 暗心叫你 你就拿著手電筒 你要看沙盤 幾號 你看的跟我看的不一定會一樣 是 那你就要說 我老婆我一定給你 要不然先打一步好了 然後再有一個就是這樣 你不說到多少 叫我到兩百 看妮婦 看妮婦 看妮婦大概一個 放當空要一萬耶 對 你到兩百要去拿 叫她媽媽 不是嗎 去那套給她看 她媽媽摸看 你後面如果我拿多少 我再穿更多給你看 那就有一個就是 我爸爸的朋友 他就是這樣子 第一次他有讓他種 是 以前當夏樂時代 十幾萬可能 很多喔 很大了 他就很開心 你後面如果還給我拿 我一定來給你寫金牌 但是在金牌 我不能放在這裡 我給你 我給你 你隨身有需要 你來幫我拿 反正就跟大家講條件 結果就真的有種 也是種 比如說一千二十萬 就二十二萬 他一定會想說 等於賺兩萬 就二十二萬 哪有算對 我有什麼要給你寫金牌呢 就不用嘛 因為沒有種很多 好 他就覺得這個地方已經失靈了 他要再去另外尋覓 他這個地方 三窮水晶 他都沒有了 他有什麼地方 結果有一次 他就發現 他媽發現有孩子 然後一直到 他小孩生下來 大概八、九個多月 八個多月 他都一直沒有再去那邊還院 他的孩子生日後 七、八、八 七會坐小朋友 八個月會爬 對不對 他的孩子到血半 一歲半 全身像軟骨症都做不到 就是軟的 然後小朋友如果我們把它抱在身上 他頭也會硬 對 是 他在你這邊他都不行 他就這樣 對 一直到讀小學 他還是都是 好像就是玻璃瓦瓦那種 軟的 然後他就在想說奇怪咧 他那時候有種名牌的時候 也有去孤兒院 也有去講 排米啊 那也有去捐獻 那為什麼這個小朋友這樣 後來左思又想說 會不會就是那個 狀態少沒有去還院 二十二萬那個 那個時候還傳說很多 求不到名牌啊 就做很多惡劣的事 比如說去跟土地公求 沒中就把那個砸爛 是 求一些佛像 沒中就丟到河裡去了 對 最近就有啊 那個時候讓裡面那個 福德證神被打壞的也 對啊 所以這是很惡劣 但是更惡劣就是在 就求不到名牌 還在那個 墓園裡面亂尿 亂尿嘛 對 這個應該很慘 這個我這邊有大概整理一下 台灣十間 求名牌最準的廟 然後這時間呢 我們去訪問過 這時間都有開出過頭彩 樂透頭彩 這時間是有開出過的 都開過 開過 因為當時廟公 廟房講 因為我們是那時候有個節目 叫做台灣進香團 就全省去訪 訪了之後是廟公自己承認說 我們有人中頭彩 第一間石定姑娘廟 石定姑娘廟 當然也知道 也是算是一廟 那李師科廟什麼呢 因為李師科他是搶錢嘛 所以拜他是合法的搶錢 是新殿的 對 新殿的 那八路財神廟呢 他是因為拜的是韓信 韓信就發明賭博的嘛 是 然後十八王公是拜 大家知道是狗嘛 待會兒會講 那宜蘭的這個大樹梁姑廟 他會扶號碼 就剛剛秀惠講 他那個沙盤會搖出號碼的 然後台中文財神廟 文財神就是彼竿 彼竿當時被咒王 挖掉新竿嘛 也就是說 沒新沒竿的人賺最多 那他是什麼特別呢 他每一年文財神的生日的時候 他的那個車牌號碼 那幾個字一定會中 所以他紅布一定遮著 還有像這個花蓮的吉安福德宮 竟然被偷走 因為太準了 那台南的這個蔡姑娘廟呢 甚至主頭去求那個廟說 拜託你們不要再開名牌 我賠掛了 這間台南蔡姑娘廟 然後屏東水流石廟待會兒會講 這個是這個諸葛亮的最愛 這個高雄的二十五廚廟 就是我現在講這個 二十五廚廟就是那個齊金嗎 對 那他就是其實當時是傳難嘛 所以那個二十五 他也是雲 就都是沒有嫁的這個單身女孩子 那就是他們的這幾個年輕人的爸爸 中獎 中了大概二獎這樣子 那幾個小孩就說 我們騎摸摸車去喔 那樣不錯啊 他帶女朋友去這樣子 說爸爸能中 難道我們不能中嗎 他們就拿了那個碟仙 去那邊求號碼 就一堆號碼嘛 求... 碟仙跑了耶 碟仙碟仙請告訴我 這一騎樂透是幾號 跑了 跑... 跑到73 號碼開73 哪有73這個號碼 他就73 真的是73嗎 4的話你轉三圈 還是三圈 怎麼會73 那第二個號碼呢 37 37有可能嘛 73不可能 他開不出來 那你不能給我兩個號碼 我也不會中 我就算去簽六個喝彩 要三個號碼嘛 第四個馬三里 跑...跑到02 跑到02之後 就不講 對 他們說 這個是不是有可能 73是7跟3 不是73號 那37就是7號3號 然後37號02 這樣四個號碼耶 然後他們就簽地下的那個 他兩個都簽 簽樂透簽 大家通通沒中 連三騎都沒中 那三個年輕人 跟那個女朋友就去說 什麼廟嘛 我覺得我們爸爸 是剛好巧合 這個廟很爛 25俗裡廟 那有一個人就罰到 就說 這個不准 我們尿尿 又把他們... 把他尿髒掉 混蛋 讓他們亂罵這樣 另外兩個說 不要啦 不要這樣啦 這樣好嗎 管他咧 就有點喝酒的 這個撞酒仔 就真的尿了 尿的時候很奇怪 尿的當天呢 他們不是載女朋友嗎 載女朋友之後 然後那個 他們兩個比較不願意 做這件事情的 是開在前面 就發現那個 尿尿的那個人騎很慢 他就說 可不可以騎快一點 他說我在騎 我家車子就速度很慢嘛 他說 他們就回頭看嘛 不太對 那個人騎 那個人他有帶一個女朋友 可是女朋友後面 就看到 他說 他看到 怎麼後面有女的 他說他們兩個 是不是想說晚上是不是恍生 再仔細一看 越來越多 而且還是拉著車子 他就覺得發不動 這樣子 走不了 走不了 他們兩個就很緊張 他說 給你照 一出去兩個出車禍 因為我現在講這個是新聞事件 這兩個人就被出車禍 就撞到 一個是撞斷腿 另外送到醫院 撞斷腿很奇怪的是 那個撞斷腿那個當然就是 可能有點可能 眾生殘障了 可是那個呢 送到醫院那個人 每天的血水啊 就滲透那個床 就好像泡過水一樣 就像當時的二十 俗俗女被泡一樣 那這個人呢 就是那個 尿的 那個人回去之後呢 很恐怖的來了 對他們大不盡 還會有什麼淒慘落魄的下場 最驚悚的《限時報》 廣告後報給你聽 貢品犯錯簽證名牌也沒用 我開了一堆號碼這樣子 他說 一定會動嗎 你確定 一定會動嗎 他說 如果你會動 你連叫九聲 在笑耶 真的啊 同共骨連三級共骨耶 他就把那個阿兆出來說 不對耶 那你貢品犯什麼呢 這是台灣嗎 不是啦 那你貢品犯什麼呢 他們就上網去查 好恐怖 連三級美國都中 開美國熱鬥啊 美國熱鬥三級都中 我的嗎 很恐怖的來了 從他尿尿的那個位置 開始潰爛 天啊 全身潰爛 紅斑姓狼倉 全身潰爛 我們去訪問的時候 那個廟公公想說 這沒人不好亂來 那個人現在已經死了 已經往生了 他剛剛不是想開 73 3702嗎 那這個要會更 其實他後來真的也開了 是 因為那個小孩子是 73年3月7號 他兩年多次 這個不尊敬人家的事情是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不過還有在這個 鄭哥 柏翔 柏翔要帶我們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有一種 碎關發財的改運法 其實應該這樣講 這個來源是來自泰國的 就是 就是 碎乾財 對 然後這個 這間音廟呢 它是改良 你看 它這邊 它是用 黑白臉的 你看 它是黑白臉來辦事情 看到嗎 有 所以它是用 它用地鼓 它請地鼓的 是 那邊有 上來請 就在馬來西亞 大三角 泰國也有 對 所以它這間音廟 是晚上11點才開始辦事 對 然後我朋友就是 因為他玩股票 玩得很兇 然後他就 輸了很多錢 輸了兩三棟房子 然後連爸爸的家 也差不多到 然後就聽到說 聽到朋友說 有這間廟 然後他就去那邊說 欸 要做一個儀式 好像把你做一個 你的告別式這樣子 給你死 然後你重生 就是把你的 脫胎換骨 對 脫胎換骨 把你的不好的運帶走 不過 它做了以後 你看它旁邊有小棺材 就小棺材裡面 是 一些小 小的骨頭在裡面 小鈴在裡面 它藉由這個力量 是古曼瞳嗎 不是古曼瞳 古曼瞳又是泰國的另外一種 它就藉由這種力量 來幫你改運 是 躺下去 然後穿那種 它有那個 壽音 類似像 對 對 然後就幫你改運 這樣子 像我朋友呢 他就是去改了以後 他以為說 會好 會越改 他就越才 他的股票越輸就越多 前面都沒有贏過嗎 沒有 會不會前面好後面不好 沒有 因為這個呢 之後還會去找老師 看為什麼會這麼衰 因為這種 這種睡罐財法是 如果你的命格 不夠硬的話 八字 八字不能做 所以不可以亂 忘就更忘 衰就更衰 對 很多事情你八字不夠用 你沒那個屁股 別人都做那個 對 壓不過去 像以前還有電玩店 那個賭博性電玩 這個是大家都要的 那那個電玩店呢 他們就請 英兵英將招偏財 對 可是一樣壓不住 我以前有遇過一個客戶 他是開這個電玩店 電玩店的老闆 那電玩店呢 他說 最近呢業績很差 一天都輸好幾十萬 我說電玩店 不是有那個機率的問題 怎麼會輸呢 對啊 怎麼可能會輸 他說不是 因為那個大家已經玩膩了 沒有人要玩了 現在玩是什麼呢 是玩那種好像百家樂 日本人呢 發明了一台機器 同樣很聰明 就是機器裡面有一副牌 用機器手臂發牌 是 那就跟人發牌一樣 一模一樣 可是你人發牌 會被抓 你用機器發牌 不會被抓 所以他就用機器發牌 可是你用機器發牌 跟人發牌意思是一樣啊 對啊 就是敗運氣的 就是賭運氣的嘛 然後他 還沒有來找我之前 他去找一個老師 那個老師就說 你這個要求音的 他講對啊 神明不可能保佑你賭博 對 他說你先去音廟 音廟什麼 有信公啊 百信公啊 萬善爺啊 是 這些都屬於音廟 求求求 就請一大堆英兵英將回來 剛開始呢 一兩天贏 第三天開始 又開始輸了 不夠了 再去請 然後英兵英將請過了 那怎麼辦 去那個亂葬綱 亂葬綱就是 就是像那個秀慧姐講的 那個沒有人拜的 他最靈 你這個最靈 因為他沒得吃 沒有錢花 他最窮 又沒有人祭拜他 他就最需要 你只要 談條件跟他談好 他又去請 這次請回來 有 贏了一個禮拜 第八天開始 又輸了 又開始輸了 到最後還是輸 一個月總結下來 輸了幾百萬 不行 後來 還找我 我說 你這個 我就先去他店裡面看 我說 我感覺你這個店裡面 客人是大概七八位 可是我感覺 感覺好像好幾十個幾百個 臉 臉流滾滾 很熱鬧就對了 我覺得人很擠 我說 你看看 坐不定 我高口滿座 很多人 我說 好 我就說 那我回去 然後他又說 那怎麼辦 我說 你這個 如果沒有把這些人請走 這些好兄弟請走 你這個很難處理 他說為什麼 我說 因為他在這邊 不走了 他在你這邊 你們上班都會燒紙錢 初一十五也會拜拜 有的吃有的花 他不會離開 營氣太重 可是呢 他不會幫你辦事 因為他不受你控制 他本來就是無阻的 本來就是自由自在 有來有去的 他怎麼可能會受你的控制 而且更何況 你是老闆 你不是法師 他也不會怕你 對啊 對啊 他說在這邊吃定你了 那怎麼辦 他說難怪 我最近都睡不著 晚上好像有人在壓我 這樣子 他說對啊 後來我就幫他做 我就灑鹽米 把福燒在鹽米裡面灑 他說 這個很 那個墊很大 他說灑完了 他說灑完了 灑了三個小時 可是呢 從那一天以後開始 他就覺得 精神就變好了 好多了 對 人就運氣就開了 我說那你 因為你是老闆嘛 那我當然做就是做你 做下去開始就 本來就是 贏 可能贏 贏十幾萬 輸輸 好幾十萬 是 贏贏一點點 輸輸 後來就慢慢的 贏贏很多 輸輸變少了 但是這個 人家說 人無功德何以求乎 你如果賺到錢 最好是改行 不然你要捐一點錢做善事 雖然這不是不義之財 但也是不勞而我 對 所以你們還是要最好 還是要做善事 對 那 秀慧姐 是 鷹神開了名牌 大家認識的 開了名牌 可是牽中的時候 並不代表你是好運 不是 因為如果有跟神明講 不管是鷹的 或是神明 你說要給人還願 你就一定要做得到 是 那因為有時候有的牌 比較就是 我們就是去做了一個 在桃園的海邊 一個小小間的一個 鷹廟 然後就是眼中了大家去嚇行 那時候我爸爸就是 阿西康樂隊 大家都叫我老爸 給他串個錢包 然後我們去做 那個公主就跟我爸爸說 我跟你說 今天晚上 因為他們晚上是不開牌的 那也沒有再讓人問事的 就為了你們 今天有來的藝人 那包括樂隊老師 你們不要走 那個 他叫楊將軍 那個神叫楊將軍 楊將軍 所以要特地為你們這些人 開牌給你們 這樣子 你們有福氣的就可以得到這樣 好 那都做完了 流水席嘛 都辦完了 人家都走了之後 就把那個公廟的門關起來 然後我們這些藝人 那廟很小 陰廟一般都很小 然後今次他用連繭 連繭就是兩個人 抬轎 抬一個小的轎子 抬一個小的轎子 他在桌上卡 那整間 因為你要有煙 那個人家才會蓋架 是 分工就在世間 分工 那個人家還沒蓋架 那個蓋架 很兇嘛 因為當時 當時有個中士 有個當家的花誕 是 那時候很有名在中士 他演那個 就是白蛇娘娘 非常有名 我現在不要講他名字 因為他已經那個 然後當時因為那廟小 他很愛簽 然後呢 看不見 人家又洗臉 洗臉子 又散 很擠嘛 他就去拿這裡 然後就爬到上面去 人家在卡牌 他就在桌上這樣看 這樣看是最明顯的 我們在底下 都要這樣鑽來鑽去 都不用到這樣看 那個軟轎子 頭一個就寫一個 這樣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想說 這樣子 這樣子 不能講 不能講 你看到什麼牌 不能講出來 因為那是每個人的福氣 我看9 也許你看7 7 6 因為他們有講說 不能說 因為你會干擾人家的福氣 你看 對 被你影響 不可以說 我們就看這樣 你快拿帳來寫嘛 因為每個人都 應該都是寫9 9 然後他就 再寫一個 來 1 1 我才叫9 1 他還在錄 因為一般的大家樂 9是天空白 最大可以開在99號 對 怎麼還要寫 不是輸了一支牌而已嗎 他還有那個意思要寫 因為他沒有停 是 還要寫很久 他就敲… 敲了好久 之後他就寫一個1 這樣 不然又停一下 又這樣 又這樣 5 5 這是字嗎 不是 大家就這樣 你看我看 這是什麼 那你過來就想說 會不會就是 91號而已 那個只是一個 不知道什麼 後來都退打 退打這樣算什麼 就是三日 三日 不然他簽一個 得到賣好 有人簽91 有人簽119 有人簽090119 什麼都亂打 那一票人大家就說句 就那個當家花誕 他就打電話給我爸講說 什麼… 他叫我爸爸阿希哥 阿希兄… 我中了六十幾萬 那時候我中了六十幾萬 他中了六十幾萬 他說 他說 你是怎麼簽了怎麼 得到六十幾萬 他說他簽第一次 你說 你是簽幾號第二次怎麼 他說 我就簽914 他… 你怎麼翻 你就翻四 他說 不知道那什麼東西 也不像圓圈 他就好像選一個口 口不就四話嗎 他說阿希哥 你如果有簽 因為在滿遠 桃園一個海邊 就很遠 人也很稀少 那如果有簽 我要去寫金牌 這樣子 那因為那時候 我們就很多人都做廟會 工地秀 那時候我們真的 那時候我當小歌星的時候 一個月可以做三四十年 每天都要跑場跑場 那時候又有大家 那個又有六合彩 真的啊 大家都在寫身 沒問題沒問題 請身體健康的也有啦 有喔 我們都一天都沒有在做那 就可能有一次 然後我爸爸就說 那個我高雄有 有陰的一場工地秀 我們來高雄做工地秀 就叫那個當家花旦 那他說 誰啊 我跟你說 我不敢坐國內的飛機 沒有 冷氣 這拐我不要坦 因為它是我爸爸的基本腳 這我爸爸有陰的 四頭都叫他 沒有 這拐我過來飛機 我不敢坐冷氣就好 我做基隆 那他那天跑基隆 他習慣性跑場都會叫一個計程車 那個計程車的司機都 就是他肯定在叫 都會載他走 走到家人 等一下 時間要到了 已經八點半 九點半就 整場就會都沒有了 來不及 來不及 八點半的車失去了 失去了 失去了 要怎麼辦 他就把他停在路間 又下雨嘛 他說我快下來看看 那個停在路間 那個司機就把引擎蓋打開 然後就拿鎖電筒 就一直看裡面是到底怎麼了 那因為那個當家花彈坐在裡面 他很急 他說快點 你一直看我要賣服 要九點半人就耍頂了 怎麼辦 他就下來說 這是怎麼樣 他剛好啊 兩個頭就在引擎蓋底下 他頭才伸進去 有一個超車的 超路間的 碰 從後面把他撞 剛好引擎蓋兩個 就蓋到他的頭 兩個當場 然後就送到醫院去 有沒有 沒有 沒有生命 對 後來那天他們就講說 這實在很差 因為他簽九一四 九一四說大家會撤去死 是 他又還沒有去還願 協音 是不是這個原因 一直到現在就是 大家很傷心 後來我們就不簽大家了 也不要去求音的名牌 接下來這個就好笑了 因為他買錯了貢品 開出來的名牌 開了 也中了 但是不能用 對 這個演藝大哥 我就不方便講他 是 你大概是那幾個 對 大概是 我們先講他是簽什麼 是 也是大家的還樂和宅 應該是地下的樂和宅 那大家也知道是誰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是不老的嗎 我知道 我知道 然後就是 我們是去十八王公廟去訪問嘛 十八王公就是說 因為其實十八王公是 十七個人跟一隻狗 對 那那個狗就特別有靈性 因為他是很中心 中全 所以有人講說 黑狗那隻狗是很會報號碼的 那你要怎麼拜呢 就問那個當地的阿嬤 阿嬤就說 那個狗很喜歡吃肉髒 難怪十八王公那麼多肉髒 對 要吃肉髒 然後還要拜香菸 因為那個香菸 那個其他十七個人要抽 那狗要聞到那個香味 所以就跟著人走 所以要有香菸 要有肉髒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典禧大哥呢 之前也是跟著他的師父 到處在籤 那個水流失籤的師父種 他就沒種 他就覺得很奇怪 你講得很明顯耶 這樣很明顯 這樣很明顯喔 有從頭開始看到現在為止 是非常明顯 對 完蛋了 還可以繼續講嗎 可以 因為我聽到就是滿好笑的 觀眾不知道 觀眾不知道 然後他就那個 當地廟公講說 他就去了 去的時候去了好幾次 那十八王公沒有機身的 那弄得很... 他就很煩你知道嗎 他後來就是說 去外地找了一個機身 因為十八王公本身沒有機身 對 那就找了一個機身去 就是基辛啊 我說 我就欠這道 這道讓我翻身一下 拜託你 你降下好不好 他那個... 那個阿嵩一去就開始 開始叫 上聲 他說 就開始講 阿嵩我跟他講 他真的那個香菸也買了 肉髒也買了 就開號碼了 開了一堆號碼這樣子 他說 他說 一定會中嗎 你確定 一定會中嗎 他說 他說 如果你會中 你連叫九聲 真笑 真的啊 他怕那個人講錯嘛 沒有確定 對啊 他就確定嘛 阿嵩說你說真的 我們老騙耶 因為他要花錢請到阿嵩來 阿嵩說確定 他說一定會中 這樣子 那就好啊 那就先拉 他就想說 不要掛一漏萬嘛 他也問那個阿嵩 是那個六合彩嗎 他說是 六合彩他簽一期 沒中 會不會是下一期 他就六合彩大家都 什麼都簽了 通通共固 連三期共固了 他就把那個阿嵩說 不對耶 你跟我講會中 怎麼不會中 他說不可能耶 因為我是不知道我講了什麼 因為我被槓桿了耶 那你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中間過程 有什麼疏忽這樣子 他說不可能啊 我都記起來 我都拿筆子給你看 他說這不可能耶 後來那不然我們去當地問一下 問那個當地阿嵩 他說 那你會不會貢品拜錯 什麼錯 那你貢品拜什麼呢 我就拜肉掌跟香菸 你香菸是什麼牌子的 香菸我就拜那個三五的 做愛吃那個比較厚的那種 紅色那種 三五 那是台灣的嗎 不是啦 那是美國菸 你稍等一下 他們就上網去查 好恐怖 連三期美國都中 他有號碼是 美國熱透 三期都中 他不是洋菸喔 美國狗 他不是 他拜的是 美國洋菸 對 所以他中的號碼是美國號碼 所以你拜對菸啊 他以為你要 要美國人 對啊 不然你拜 你拜的是那個美國香菸啊 我今天大哥講得快笑死了 真的是 真的假的耶 真的 所以要拜對菸啦 大哥 大哥 你的笑話真多 來 跟我想養小鬼是不能嘗試 就像剛剛講的 對 不夠硬是真的會出死的 其實養小鬼呢 在泰國來講 很多人誤解 就像剛剛前緯大哥 我是不是顧饅頭 其實顧饅頭就是一些 什麼頭 古饅頭 古饅頭 古饅頭就是一些 小的那種 那些像小鬼這樣 對 就是一些夭折的小朋友 然後他們就是一些正廟師傅 把他們操靈 然後你供回去 其實你去泰國 你去看每一家店都會有 或者是每一家家的家 我都有 其實都很普遍 很普遍就是意思 對 很普遍 對 這個 長相並沒有統一 這個算是有鷹的 這一定有鷹絲有 我們全的很多女裕人 也是有請這種鷹絲的 也有請那種古饅頭 對 就是有聽過 好啊 好啊 那個她的師妹 我去過她家嘛 那也是一個港姓 那去他們家 他們家的時候 進去她的房間 她那時候住在那個 喬治工商那附近 門打開有一個很奇怪的味道 那個味道是像 臭豆腐很臭的味道 可是你又找不到味道 就一看 她電視機上面 就有一個小小的 然後就像剛剛那個 是用一個綠色的水泡的一個 對 那個是鷹絲油 鷹絲油 他們就是前三年一定會很好 那三年好到不行 可是後來就是開始有很多事情 你求東西很準 可是只能三年 三年之後就會反噬 你們是一個港姓 姓梁的嗎 就是嫁到美國去 然後那個不跟他結婚 他生了三個小孩才不跟他結婚 他學將頭戲 他就是去了 澳門那個 他用那個鷹絲油幫他開運 有拍出來 有… 他是幫他開運 他公開喔 他… 沒有 後來有那個… 他不承認 他不承認 將頭戲把他的照片公開出來 他去求 江頭戲說你… 因為他想要 嫁到很有錢人家裡 然後他說 你一定拿得到 但是三年之後就沒有了 沒有 因為他是那個時候是十五歲 他簽了一間經紀公司 很大的經紀公司 那之後他就跟那個經紀公司鬧翻 經紀公司就要他賠錢 然後他就去求說 他那時候運很差 然後他想說 他希望說可以找到一個金規去 幫他去解決這個 那個最大的金規序 對 可是問題是 所以他… 他入不了門啊 照你這樣講都只有三年 最多三年了 那為什麼這些人都要去求這個 因為只有三年 你想想看 你要知道他… 以那個梁小姐來講 他現在賺了對不對 可是他… 然後賺行費多少你知道嗎 我八輩子都… 都不完耶 幾十億耶 他是沒有請 他只是用鷹絲油開運而已 幾十億 剛剛我們一開始就講了屏東 水流仙姑廟 對 拜那個會有意外的收穫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什麼 南部著名鷹廟 連綜藝大哥都深信不疑 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 逛到之後告訴你 常做善事 財運自然來敲門 過年之前 他去拜了藝明廟 藝明廟之後 當地有在捐官 他就很好心 捐了一百戶 那他印象最深刻就是 他有捐給一個 全頭髮很白的一個老人家 你看 他在招手 有看到一個人嗎 衣服 白頭髮 後面那個人在摸他的手 幫他摸牌 幫他打牌這樣子 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哪裡 這是那個廟的 廟的那個 在屏東 對… 它叫水流仙之寺 它這廟非常有名 那你可以看 這個是我拍的 就是那個諸葛亮的旗字 民主持人 諸葛亮謝忻達敬獻 證明這個廟的確是 有讓他開過投彩過 那為什麼講到這些廟 就是這個也是一個新聞 就是我們去訪的時候 因為我剛剛說 那十間廟都是開過投彩的 那就是有一個小… 我孤隱其名他叫小池 一個妹妹 小妹妹 她沒有成年的 沒有成年的時候 她是年輕的父母親 生下來棄養的 就剩了阿嬤 阿嬤就照顧她嘛 那阿嬤是那種清潔工 清潔工那根本就養不太洗 這樣子就很辛苦 那小池也很上進 因為我每次靠那個考試 拿獎決筋這樣子 結果阿嬤一天病倒了 病倒的時候很奇怪 阿嬤從病倒開始 每天尿床 每天尿床 那小池也沒有能力 就請社會局來幫忙 那個阿嬤從那天尿床開始 每天講的話她都聽不懂 講那個口音都聽不懂 就是完全不是台語 也不是國語都聽不懂 也不像天語 就是好像另外一個國家語言這樣 就一直… 那病情越來越嚴重 社會局就介入了這個關心嘛 就一看哇 阿嬤是甘來莫起了 就太吵了 太累了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之後 然後那個社會局 就是有三星人士 因為新聞一出來之後 那個小池新聞出來之後 她這個新聞怎麼會知道 就是小池就是 她每天沒有水可以洗澡 她就到那個公共廁所去洗 洗了之後被人家發現了 然後就報社會局 然後家長知道 就新聞就出來了 然後後來就是有三星人士 把阿嬤送到醫院去了 送到醫院去之後 那個醫生就幫阿嬤看病 那阿嬤已經迷留了 還是講這樣 還是每天尿床 那個醫生就問那個小池說 小池 你阿嬤是台灣人嗎 她說 對啊… 她講的話不是台灣話耶 她說那講哪一國的 她講韓國話耶 她就說那醫生怎麼知道 因為醫生她是那個學過整形外科 到韓國有去進修過 她知道這個東西 那我們當時那時候訪問的時候 覺得講到這裡 我覺得好像滿匪夷所思的 就一去之後呢 阿嬤就開始講話了 阿嬤迷就講了 她就說叫小池用韓國話講 就真的是韓國話 就叫她把那個棉袄 家裡那些棉袄割開 有一千塊這樣子 那一千塊要留著做事情 然後呢 我能給你沒有什麼 就是死亡證明書 那死亡證明書的號碼 你要注意 講這樣 那講了大概兩天之後 那個阿嬤就過世了 過世之後 那個小池就不懂 就問那個醫生 問那個社會局說 是什麼意思 那社會局當然不可能講什麼 那醫生說 我建議 你要不要把 五百塊拿去買一下那個樂透 搞不好你阿嬤真的有預言這樣 就一買就是當地種一千多萬 一千多萬就是那個水流獅廟 那很震撼嘛 那那個號碼怎麼來的 也就是那個死亡證書的編號 照那個籤完全中 那為什麼會講韓國話呢 這個水流仙姑廟 這裡面她原來的那個女生 是韓國的一個高黎人 清朝漂流到台灣來的 就是她也是往生之後 垂著那個木頭漂來台灣的 她就是講 所以講韓國話 那你說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小... 因為阿嬤知道她去日不多了 所以她到了水流獅廟就求 就是說拜託拜託 希望你照顧這孩子 因為這孩子很聽話 就沒有想到這個水流獅廟 給她這麼好的一個 一千多萬她就 就是不擔心 這個後半輩子的那個... 起碼可以好好活下去 一定可以活下去了 所以那個 說是不是求偏才一定不好 未必 因為這個是很正念的 可是她這個 跟一般的不一樣 對 一般是真的為了求這個賭博 她這個不是 她是求說 然後讓我的孫女可以好好活下去 所以比較不一樣 而且有聽說那個 就是另外一個演藝大哥的太太 到這個廟去 因為這是廟...廟姑娘 演藝大哥的太太會起碼 沒有幾個喔 你講得很明喔 我這樣很難做人耶 廟...廟方講的啦 他說起碼... 然後因為剛剛那個... 我剛剛講那個拿洋菸那個人也在 那個大哥也在 那幾個都在 都在的時候 你知道看哪裡嗎 看他的胸部 他胸部會符號碼 他會熱... 他熱...熱的時候就符號碼 符符 簽中了 三獎 兩次 大哥不是在旁邊一直打巴掌嗎 沒有啊 他們就說 就很奇怪 就是都會看他太太這邊符號碼 聽說符了三次 兩次中獎 那都在這個水流千世廟 所以為什麼朱哥亮會... 而且朱哥亮這邊躲了一陣子嘛 朱大哥這邊躲了滿久的 後來才跑到台北海 這個廟其實幫助他滿多的 大家講財很重要 其實沒有酷也沒用 對不對 所以財運OK 但是一定還要有財庫 有財無褲嗎 沒有用 你... 一、四、四、四、二、四 對 你先進去就入不了 有財無褲、有褲無褲 對不對 財不利褲、褲不利褲 財不利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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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罵髒話嗎 大難領口 大難 大難 所以這是財跟褲 你問老師就知道 這絕對不是開玩笑 就是一定有連帶關係 為什麼人家賺一塊 可以買得到五塊 結果我賺五塊 先買得到要買十塊 對 所以你錢都留不住 所以我有個 我從以前 這是我小時候 就在一間公的拜拜 那個師父每一年的頭跟尾 都一定會幫我補財庫 他說我這人天生 就是會有漏財相 那因為我賺的錢 就特別辛苦 我沒有橫財 我這個人真的沒有橫財 正財 這樣 只有正財 沒有偏財 對 沒有偏財 所以人家在找我做什麼生意 我都不敢 一定會虧的 所以我們那個師父就是 年頭年尾 有時候比較運勢比較不好 年中他有幫我補一個財庫 然後呢 就是今年 就我遇到一個老師 那個老師跟我講說 你今年運氣很好 我黑白說我今年換太歲 他說你不知道 不是每一個人換太歲 都會衰運 不是每個人換太歲 都會血光不適的 大好大壞 對…大好大壞 而且他說 你身上有紅光 他說我身上有紅光 然後就很莫名其妙 我今年不是換太歲嗎 然後呢 那天去錄了一個節目 然後錄完那個製作單位很貼心 他說就是開心的日子 那一人就發一張 那個刮刮樂丟 然後他會當場現刮 然後我就刮刮刮刮 有人沒中 有人中兩百 我是那一天中最多的 我刮到兩千塊 不錯耶 然後用那兩千塊 又去換了十張 那一張兩百塊 是… 我又一直刮 每天都得到兩千多 兩千多 每天都刮十張十張 這超好玩的 然後那一天又去錄了 一個博弈的節目 那是藝人自己在競賽 那是真的有獎金的 那一天競賽當中 我第一名我就得了五萬塊 因為你應驗了 不是你犯太歲 就是會有什麼衰運 是… 但是你如果補財運補得好的話 那你功德做得夠 自己也夠認真的話 我覺得老天爺還是會試這個財運 對啦 但是最重要的是財庫 因為現在很多人沒有財庫 也不是說都恐怖 但就是賺了錢留不住 對… 就會一直花一直花 對… 這個也是沒辦法的 所以說這個財運 固然要有 財庫很重要 是… 接下來我們又要… 我們又要往東南亞走 唉唷… 鄭大哥… 泰國人有比佛牌更靈驗的鷹牌 什麼是鷹牌 我們看到那個 泰國都戴那個佛牌 對… 有些人戴這樣好幾個 對…那泰國其實很流行 對… 不過有分鷹 有分羊 鷹牌長什麼樣 鷹牌其實有很多種 鷹牌不過你是在看它的 它有什麼東西 這也算嗎 這個… 這一看就算吧 這也是古饅頭 這是古饅頭 不過這是因為它有油 它有鷹絲油的 下面那個油就是 對… 然後通常這種鷹牌都是用 墳墓的泥土 那種鷹頭絲 去找七個墳墓的泥土 把它捏出來 然後做出來 還有人形的 對…還有人形 然後或者是用一些女生的頭髮 一些亡死 車禍十八九歲 那種女生 這是什麼東西啊 對… 然後把它泡在那個鷹絲油裡面 然後你就去向她求 不過這種東西就是 像你講的 她會跟著你 一直… 一直… 就像我朋友 她求了以後 她後面就是 那個女生 向她 逼民婚 因為她說她這一生她沒有嫁過 她就死了 然後她幫她那麼多 所以她希望說她可以 嫁給她這樣 重活的陰婚 這個也牽扯到說 如果說你這個人 八字可能不夠重活什麼之類的 你也是不能帶的 對… 你帶人馬上就… 還沒有先得到財 你就先卡陰卡煞了 對… 你會帶來一些… 對啊… 有的人他的體質不一樣 對… 比較敏感體質 靈力體質的 她就不適合碰這些東西 製作過程是非常恐怖的 她都是用一些棺材釘 那種埋了幾十年的棺材 或是用那種棺材的木板 把它雕出一些… 一些可怕的形狀 或是一些… 一些頭髮 死人的頭髮 是亡死的那一種 冤氣很重的 冤死 對…要求… 就求這種 車禍死 墮胎死 還是別求吧 不過我覺得還是… 如果真的你很想要 藉由這種方法 我覺得還是求一些神佛 對… 如果你有這個命 你就求得到 是… 如果沒有這個命呢 你就趕快多做點善事 看能不能… 因為做善事什麼 可以得到一些… 改變 不一樣 對… 可是就有人你看 像捐棺材的 是… 就捐到有好處 那這個是有靈異第八的嗎 做善事得偏財 還有隱困存症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馬上回來 有靈異第八的 對… 那我有把這個照片帶來 那是… 當時我們節目有一個這個 抓鬼特工隊 那觀眾提供的 是… 他叫張淑銘這樣子 那這個是他的媽媽 是… 這邊有寫嘛 這邊還有那個 東插聲新聞的畫面 然後提供者是張淑銘嘛 1983年5月12號 在內湖的家中這樣 那這個張淑銘是怎麼回事 他就是… 他來參加我們的這個影片是說 他的媽媽的姐妹就是阿姨 是住在加拿大 是… 那過年很久沒回來了 沒回來之後 然後回來台灣之後呢 就是… 大家就小玩幾 小玩一下 那小玩一下之後呢 很奇怪 因為麻將我是不會打的 那他們… 聽他們講說 玩那個最小的 那10塊20塊那種 一個晚上輸了快10萬 不太可能吧 不太可能 因為我不太懂那個 你10塊10塊怎麼… 不太可能吧 他就說他… 就打到脫肝 那個張… 真的… 張先生講的 他說他媽媽從頭贏到尾 那那個阿姨就說 你們是不是有裝監視器 是不是有炸毒 那怎麼會一路輸 他說沒有…你自己看 就一直玩… 那當然自己姐妹嘛 姐姐妹那不好意思 贏她10萬 好像只拿了5萬塊這樣 5萬塊之後 因為這個張淑銘就是 他有把他拿那個家庭V8 這樣拍嗎 拍…拍完都寄回去加拿大嘛 就在加拿大之後呢 然後那個阿姨呢 隔了沒多久打電話來了 難怪你會贏 他說 蛤 怎麼說呢 你明明就有個賭神 站在你旁邊 賭神幫你出牌吧 打阿姨什麼 蛤 打阿姨什麼 這個V8 他張淑銘拍了V8 連剪都沒剪 就寄到那個加拿大去 對 他寄到加拿大去 那阿姨回家會看嘛 而且還擺了一陣子 那看一下那個 在台灣跟自己姐妹玩打牌 那因為他還有剪一些 那個旅遊風光什麼 那一次 那一次 後面再一個人耶 是人啊 對 那站那個人也很奇怪 張淑銘的家裡 他那個家裡是三樓高的 那外面是 那個陽台是空的 那本來就拍到之後 然後那個媽媽說不可能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後來就研究 那個媽媽就說 因為她剛好在過年之前 她去拜了義民廟 義民廟之後 當地有在捐官 捐官就是那種 就是剛剛講那個 五祖的師弟 那她就很好心捐了一百負 捐了一百負 她也沒有 她就無所求 不是說你要給我偏財 沒有這樣講 她就說我們家人健康 做善事 對 我們家人健康平安這樣子 那她印象最深刻就是 她有捐給一個全 頭髮很白的一個老人家這樣子 因為那個老人家 死狀比較慘 那因為都沒有人認養 那就是 反正就是她有做了很多 捐了一百負 那我們看這個照片 這是張書明她家裡 這是第一張 你看她媽媽在 這個媽媽在打麻將嘛 對 好 你看她在招手了 看得到嗎 真的 這是窗戶 這是窗戶 我剛剛說的它是三樓的空間 因為其實我們 這是動態的 我們去看的時候 其實是外面陽台 是沒有地方可以踩的 好 再來看 有看到一個人嗎 衣服 有 白頭髮 我們把它放大 再次強調 如果你心臟不是很好 就不要看這張照片 有沒有 白頭 這個白頭髮 衣服就站在那個 而且它是半身 只有半個身體 它不是全部 它就是飄在上面這樣子 然後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看的是靜態的 它動態是什麼 她媽媽不是打麻將嗎 她本來摸這一張嘛 那個人的手伸長 就後面 我示範一下 他這樣也很大 你摸… 摸 他完全沒有知覺的 他在摸 就是後面那個人 在摸他的手 幫他摸牌 幫他打牌這樣子 他就是 他就覺得 那天有如神柱 就會打得都對 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在講這個事情 是告訴各位觀眾 你可以去求財 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的方法要對 對 還有你的心態要對 對 就算你今天求到財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去做善事 做善事 其實你常做善事 你自然會得到善報 你甚至你常做善事 你不用求 搞不好都有善報 但是你一天要做壞事呢 你去求 求到這個膝蓋也跪到 見過了也沒有用 還有你用了不對的方法 其實剛剛我們都有講過 你用了不對的方法 或者是你疏忽了 你可能得到的報應 是你當初想像不到 是 所以在這邊還是跟各位講 雖然我們今天介紹 這麼多求財的地方 求了財還是要用正確的方法 正確的心態 而且當你這個得到的財的時候 在你做得到的情況是這樣 多做善事 真的 有捨才有得 好不好 祝大家都有一個很好的財運 但是是正財 而且是做善事得來的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